上一期视频给大家开箱了12lite奔腾金牌8505 并且测试了它在Windows和Openwrt下的表现 结果其实是非常惊艳的 金水认为它是今年功耗和性能最平衡的产品 没有之一非常之炸裂 视频播放之后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12lite酷锐也非常强 碰巧金水手上也拿到了12lite酷锐 i3、i5、i7这三台小主机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聊一聊12lite酷锐U系列 成品软路由性能的天花板它到底有多强 那咱们闲话手续马上操练起来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首先解答小伙伴的问题 低压的酷锐分为H系列、P系列跟U系列这三个系列 主要的区别在功耗核心跟核心频率的不同 H系列是45W P系列是28W U系列是15W 今天咱们就不展开讲了 您只要记住 即便同样是i7 绝对性能方面一定是H大于P大于U的 这样就比较容易记住了 当然性能越强 功耗也会更强 功耗更强 发热也就越大 由于功耗跟发热量的考虑 目前市面上的酷锐都是U系列的 你能买到最高性能的成品公共小主机 或者是软炉油 当然你如果不差钱的话 那么智强或者锐龙都没毛病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 这三台小主机的包装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咱们简单过一下 首先是一张说明书跟一个保修卡 这三台U系列的小主机 电源都是12V8A的 8505则是12V5A 一根C的线跟一个螺丝包 一个橡胶脚垫 外观接口我们简单过一下 这三台小主机都选用了最新的散热外壳方案 其中i3跟i7的小主机 外壳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同 i5的小主机就是这种大背头 这种方案相当的拉风 散热也更加的优秀 好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两个天线的预游孔 一个电源按键 一个HDMI 2.1 一个DP 1.4 一个复位按键 两个USB 3.0 两个USB 3.2的A口 一个Type-C口 和一个TF卡的插槽 背面是一个12VDC的供电接口 6个2.5G的网口 网卡是i226V 我们打开背板之后 可以看到两个M.2的插槽 其中一个M.2的插槽 是由mini PCIe转接出来的 另外还有两个Theta的插槽 两个DDR4的内存插槽 最高支持64G的3200MHz的内存 跟8505是相同的 这三台小主机的散热方案 也跟上一版的8505是一模一样的 改成了纯铜加热管的方案 它可以更大程度的增加导转面积的同时 也可以把CPU上的热量 快速的传导到外壳上 在硬震配置方面 这三台小主机分别搭载了12代的 i3、i5跟i7这三款CPU 这三款CPU都是22年QE季度发布的10纳米工艺 主打移动的产品系列 其中1215U是6核8线程 1235U和1265U是10核12线程 在大小核的最高频率上 1215U跟1235U的频率是一样的 大核最高频率4.4GHz 小核最高频率3.3GHz 1265U则是大核最高频率4.8GHz 小核最高频率3.6GHz 三款CPU的基础功耗跟最大功耗相同 1235U和1265U多出了一个12W的最小功耗值 内存规格方面 三台小主机都支持双通道最大64G的DDR4 跟DDR5的内存 CPU拥有最大20条PCIe通道 近3跟近4的标准 同时支持AES新指令级 支持英特尔虚拟化 VT-X跟VT-D 核心线卡方面 1215U搭载了64EU的核心单元 最大频率在1.1GHz 1235U搭载了80个EU单元 最大频率1.2GHz 1265U则搭载了96个EU单元 最大频率1.25GHz 三款CPU都支持8K 60Hz的分辨率输出 实测三款CPU都可以应接8K AV1的视频流畅 无压力 外观跟参数说完了 接下来跑个分 本次我们使用的系统是Windows 11 22H2的版本 使用的是两条8G的三星内存 规格为DDR4-3200MHz 硬盘是京东京造的1T的固态 待机功耗方面i7跟i3小主机 在Windows下的待机在15W左右 而i5待机的时候在24W左右 嗯?真的有点很奇怪 i64单烤FPU30分钟 i3-1215U CPU可以跑到3.64GHz 核心温度在60度左右 功耗最高67W 10秒钟之后会降频到2.4GHz 之后功耗会保持在30W 频率会保持在2.3G到2.4GHz左右 直到测试结束 i5-1235U CPU会在3.4GHz 核心温度会在60度左右 功耗可以达到89W 几秒钟之后会降到1.8GHz 之后它的功耗会保持在30W 频率会保持在1.8GHz左右 直到测试结束 i7-1265U刚开始的时候 CPU可以跑到3.49GHz 核心温度在65度左右 功耗高达90W 几秒钟之后就会降频降到1.9GHz 13分钟之后 功耗会保持在30W 频率保持在1.8GHz左右 直到测试结束 同时我们也测量了一下 这三款小主机外壳的最高温度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看一下 接下来是双烤 基本上跟单烤的情况也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表 在这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道理上i7应该功耗更高 但是这里面i5的功耗会有一点奇怪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次拿到的一个个例 在双烤的过程中 1215U跟1265U的机身温度平均都在57到58度左右 1235U则在53度左右 可见这个大背头的散热表现还真的是不错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CPU-Z的测试 1215U单核评分 这个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 居然比1235U和1265U还要高上一截 多核评分就稍微差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Ginkbench 5 1235U跟1265U多核的分数相差其实并不大 1215U的单核差一丁点就可以赶上1235U了 最后是CPU-Mac的得分 再给大家温馨一下8505 8505是8995分 那么三台小主机的整体分差其实并不远 总体得分小超12代的金牌8505 由于节目时长的原因 其他的参数我就不给大家多赘述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看一眼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OpenWRT下加密算法的测试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iStar OS 23年2月24号的版本 硬件跟Windows测试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款小主机加密算法跑分的测试 首先是AES 三台小主机在我们的小主机天地排行榜都名列前茅 其中1265U非常意外的在8505之下排名第二 而其他两台小主机也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并列第三名 之后我们来看XX20 8505依旧稳坐第一的宝座 1235U的分数甚至比12代12900H还要高上一节 虽说1235U的分数还在1215U之下 但是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接下来是Chromemark 三台小主机的Chromemark排名都在12代奔腾8505之上 排名567名 总算是为库瑞家族找回了一点面子 扳回一局 最后是这三台小主机的加总得分 1265U差一点就可以赶上8505了 非常非常可惜 1235U则是跟1215U打得不相上下 并列第五名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 也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8505了 相比库瑞系列的CPU 绝对性能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是8505在加解密的算法上 实力绝对是全面吊打库瑞的U系列 甚至是可以吊打12900H 那都完全不在话下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络测试 深圳电信1000MB 1215U下载1242上传127 CPU使用率最高在7%左右 1235U下载1238上传127 CPU最高使用率在5%左右 1265U下载1250上传128 CPU使用率最高在5%左右 在这个级别的小主机跑满千兆是毫无压力的 在测试过程中 CPU的使用率最高也不会超过10% 好那我们加大难度用两条宽带 我们来测试一下双线叠加 直接上结果 三台小主机双线叠加 毫无权念 i7这两台小手机 CPU使用率都不超过10% i3-1215U最高CPU使用率也不过在12%左右 轻松达成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台 2.5G网口小主机在数据传输中的表现 我们在软路由上打开ipop3服务端 在我们的电脑上打开客户端 测试电脑是Mac OS 11.6.1的系统 网卡是TipLink 2.5G的网卡 由于这三台同网卡的小主机测试速率完全一致 我在这就不多赘述了 咱们直接上表格给大家看一下 完美符合2.5G网卡应有的表现 那么速度传输都是非常的稳定的 好 总结 相信看完这个视频 大家都会对12代的U系列的小主机 有一些固定的了解了 12代的小主机搭载了高性能的核显 可以轻松应对办公的同时 也可以玩一些对配置要求并不高的网游 三台小主机的接口 配置都跟8505是一模一样的 DP接口跟全功能Type-C接口 两个都是可以输出4K144Hz的视频信号的 DP口甚至可以超频到160Hz 那么由于外壳方案相同 那么他们跟8505也有同样的问题 并没有给硬盘螺丝孔打开那个孔 在高负载的情况下 外壳的温度还是整体比较高的 建议放在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如果你要放在弱电箱 那么建议大家加个风扇还是比较稳妥的 三款外壳方案大背头散热效果最好 如果小伙伴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的淘宝小店咨询一家 如果是本频道观众可以拿到一定的优惠 而且会送你一个8010的风扇 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么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